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权 人权到 权户人 我觉得你权我倒了 这四个人凑在一起 一般都会发生点什么事 是要录都市传说 太期待了 太好了 那我们先开始吧 你们先说说 我先撤了 我有点事 变身木屯特战 乔斗麻袋 慢一点 我有激动 因为刚刚我们之前大家在讨论基本本录 大家都非常努力 认真 然后为了给自己提点神 欣欣老师 联合三大碗 真的是 我又该一个 现在已经变成暴走机的状态了 像初号机暴走一样 笑容已经猙獰了 现在欣欣老师四肢的舞动已经能基本的碰到我了 这么危险 眼神都不对 好是一种自信的威胁 对 写了眼都是 这叫什么 现在有一个词叫心流 是吧 进入了心流状态 对 那什么 欣欣老师 你稍微休息一会 我们先进下正题 今天秒数过来 那肯定也出不了什么好事 对 聊不了大家 对 不是死人了 就是见鬼了 然后今天呢 其实上次聊了见鬼的事 这次聊了死人的事 这次聊了死人的事 而且这回一死就死了不少人 死一串 死一串 但是他们凶手只有一个 对 而且大家死的还都笑容安详 笑容安详 为什么呢 令人窒息 真是令人窒息 我估计可能熟悉我公众号的同学们 已经知道今儿要聊的是什么了 对 因为这些死者生前 据说都非常的幸福 对 都非常开心 得了非常愉悦的体验 然后心甘情愿就被人给害死了 叫新世纪某女 对 他的名字叫做 那位是念岛吗 木岛家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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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位肥宅 别的 一位肥 应该是一位肥女吧 肥后边就变成连绵词了 估计搭配一位肥宅 有点点 屋里坐这么多肥宅 你不怕死吗 对 我的手 守护他 我从来没有见屋里坐了四个肥宅 还呆不惨地说出了这个词 咱们都得被害死了 不过从这个木岛家苗的故事里 我们可以看出 他本身肥是肥 但真不宅 他经常出去从事他的这些活动 对 三次元的活动 具体什么活动 对 在公众号里其实显得很清楚 但我们现在有必要给大家来把这故事先说一下 今天娓娓到来一下 话说 咱们聊这话题 其实最近受启发 社会上有一些风波 对 社会上有一些风波 这其实是一特别偶然的事 那天晚上咱一块吃饭的时候聊起来的事 咱就不提这人名了 反正就是一个程序员 也挣了不少钱 对 然后结果就不明不明就死了 对 然后呢 自杀还是 自杀 但是呢 他自杀之后有隐情 对吧 这隐情大家开始挖说 这可能跟他的配偶有关 赶紧生活 对 然后他这个配偶 这个身份也慢慢被大家起底 然后后来发现 他配偶也有很多 这个在身份上无法解释的事情 对 疑团吧 而且在这个一个交友网站上 还有一些其他的记录 通过这个万维网 对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想着这事 说 这个事 它是在中国这边产生了特殊产物吗 我还想不是这么 不是 对 其实不久之前 十年前 不久之前 在日本也有一个几乎是一样的事情 甚至可能比他事情更严重 所以咱们就先从木道家苗的这个少女时代开始 好 我觉得先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 他是这个什么人 他是一个以婚恋网站为自己的一个工具 对 然后这个你说是勾引吸引 这个多名年长男性 并且将他们一一杀害 然后以 获取钱财 获取钱财的 主要是为了利益 三起对他是实际上可以找到实际证据 起诉他有谋杀 这个情节的部分 但是在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经历里面 世上死去的男性 我远远不止这三名 然后被骗钱也好 还是被骗东西也好的人 也远远不止这三名 这个总受害人数可能达到了大家两位数字水平 然后最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是 木短家喵这个女性 她既不漂亮 二也没有高学历 三也没有很高社会地位 她如何屡屡得手 这个事情其实在当时日本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那个当时 秒叔在他的公众号文章里面 很早的时候就贴了木短家喵的照片 大家也都看到了 的确形象 我说是个一般人都算不上 我觉得就直白讲说吧 就是一个大胖的女的 特别胖 就是身高1米6 然后体重100公斤 这么一女性 说实话 200多斤 就是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概念里 是缺乏女性的魅力的 非常缺乏女性的魅力 直白点就是一个丑女 而且因为有的那个女性胖了以后 大家其实能想象到 她要瘦起来应该挺好看的 木短家喵是一个瘦起来应该也不甚好看的 就是先天资质不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就因为她先天资质不太出色 她在学校的时候也不太受人欢迎 在班里呢 这个无论男生女生都不太喜欢她 对 但是呢 她有一特点就是在于 木短家喵这个人自视颇高 从她诞生是在北海道最靠北边的一个小城镇 是的 对 非常非常小 那个城镇里只有几千人 然后呢 这小城镇呢 大家也都在一块生活 然后也都知道这个女孩 这个大概怎么个情况 然后呢 班里大家就在投票 在就是大家都会玩嘛 说咱们猜猜咱们班里以后 谁最可能成为杀人犯 然后大家都投票给这个木短家喵 为什么呀 就因为觉得她这人怪 怪在哪呢 第一呢 她自己自视颇高 刚才说 她的目标并不是说 想在这个北海道小镇里面 终其一生 甚至不是说去到一个大城市 她是要到东京成为富豪的那名女性 她从小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成为 可以成为一个大明星 或者至少是在社会上 获得很大成功的一个女性 也就是说她在学生时代 就跟身边的同学 透露出来自己的这种野心了 没错 没错 就是她不光跟大家格格不入 她还有一种 我看不起你们的感觉 所以这 你想想看的话 这首先她长得不好看 然后在学校里 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点 然后还有如此野心 肯定会让人反感 对 然后她第二呢 她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她从小就有一种 说谎的毛病 这说谎毛病 比如说 她上高中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发现 她钱包里会有很多那种 大额的这个钞票 这是很奇怪 因为日本的学生 中学生 对 中学生 她的零花钱 本来就不会非常非常多 但是人一看 钱包里好几万日元 然后就有人问她说 这钱哪来的 她就会说 这个我因为我交了一男朋友 对 而且还号称说 自己交男朋友 是一个成功的 当地的一个企业人士 对 其实意思是说 就是你们也交男朋友 但是同龄的学生 只是你们 对 中学生 大学生 到头了 但是我男朋友 是社会人 对 我是社会人 其实因为这事 应该是发生在90年代 90年代 90年后期 后期 其实应该 大家都应该能联想了 应该当时90年代后期 对 原教 对 它就是援助交际 对 援助交际 然后 当时 在同学们肯定觉得 不太相信 然后所以 她在这学校里面 一直是属于被排挤的 然后也等于是 憋了一口气 等大学 高中毕业之后 她就想说 我一定要做一个事 让你们对我刮目相看 然后她做了一个事 她去申请了一个东京的学校 但是她申请几所学校 最后考试都失败了 因为莫奥嘉宾本身 自己的成绩不是很好 但是为了能让自己面团过去 她愣是在东京一家肯德基 找了一个工作 然后就搬到东京去上班了 就没上大学 她那时候就没上大学 算一个东漂 对 东漂 当然这也让大家就觉得 很不可思议 因为你想 刚刚高中毕业 然后在资深闯到东京 这个事情 大家觉得都很厉害 而且她也没对别人说 我是去那边肯德基工作 她说我去那边上大学了 而且还要交代一下 日本的社会 对于说 去东京这件事的认知 因为在日本很多的地方 其实大家都 很多人 对自己是没有什么自信的 日本人经常会说 我不行 目里目里 我不行 我只能在这找个工作 或者继承个家里的店什么的 真的 很多地方人 真的是以到东京 不管是学习而工作 就是绝对是巨大的荣耀 这绝对是出人头地的一个表现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行为 因为咱们中国 其实虽然说 有什么户籍 这种政策 但是本身说 我毕业以后 去北京 去上海 去广州 去深圳 大家也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这种普遍 很普遍 没错 还这么一说真实 在日剧里边 我看什么某个中学生说 我高中毕业以后 我要去东京 然后同城的这些同学们就都 你要去东京 没错 而且你一回到家以后 说一嘴 东京青 还被大家说 你看那个人 跑到东京青回来 要说东京青 了不起 为什么呢 就是日本 它不是一个人口流动 很大的一个国家 这么一看 还真是 它其实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这个 日本社会 随着它的这个 怎么说 这个消费的水平 在主要提高以后 你从小城市 进入大城市的门槛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它不像最开始 比如日本 这快速发展时期 就像我们这个 闯江大城市似的 各地人都能往东京一挤 那时候你只能找工作的 现在你要说 本身东京本地的大学生 都不太好找工作 然后你再去东京去混 这就变得好像 比我们现在想象 说北漂 可能要复杂多的一个 而且因为 日本这几个岛 比如说北海道 本州岛 九州岛 四国岛 其实每个地方人 它都会汇聚到 当地最大的城市去 没错 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 比如九州人去福岗 然后本州岛的 关西那边 就往大阪 京都 明古屋 然后中部 就去明古屋 广岛 北海道人 就去扎谎 没错 所以真的 就是其他地方很偏远地方的人 能够到东京去 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事 需要就下一定的决心 真是就是一生全命了 没错 没错 所以 所以这下来以后 莫德加苗到东京以后 他也不好意思 跟自己家乡的人说什么呢 说我这边 我打工 所以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一边在打工 他一边在给自己找更好的出路 这出路什么呢 他去参加几 比如说什么 韩寿的大学的 这个夜校 夜大 电大 这八十年代中国 特别流行的两种事物 他至少说通过这 我还能给自己 婚姻大学生身份 对吧 第二 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因为他自己 强行自己去东京 所以从家里得到 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对 然后呢 他在肯子基里面 工作了三个月 他又觉得这个生活 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很累 然后他把工作辞了 辞了以后 他就面临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没钱了 没钱之后 木岛家喵最开始做选择 其实就跟他在高中时候 去做研究差不多 他其实也就是 直接就说的直接一点 他就去卖身了 肉体生意 从事色情行业了 对 然后木岛家喵最开始 他在色情行业干的时候 因为他毕竟他第一胖 长得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他的这个 所谓价码 并不是非常的高 然后呢 他也只能去揽一些 这种所谓的这个 这个老年人的生意啊 对吧 或者是这个实在就是 这个这个 非常宅的中年人的生意 本身自身条件不太好 不太挑 不太讲究的 对 不挑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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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之后呢 他在有一天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所说 叫批调客的人 就是负责给这些 有特殊需求的人 去这个拉来女孩的这种工作 对吧 对 因为特殊需求这事 国际大家都明白 对吧 咱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这个李叔 特喜欢这个 胸大个高腿长 对吧 这个不是很特殊吗 对对 有特殊的 有特殊的 比如说叫我 我喜欢抽烟喝酒烫头 对吧 鱼签 然后比如说 这小火的老师 小火的老师 可能就喜欢 那个脸上长得大雾子的 对吧 对 我平时没有 青年老师 可能就喜欢那种 这个脾气暴躁 一言不合的 开始打人那种的 行吧 对 人设各自不同 所以这个细分市场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在传统的 这种色情行业里面 你去店里面 你是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样的 就没有挑的 然后接客的这些女孩子 他也没法挑客人 然后他认识这个人以后 这个人开始给他介绍 说像你这样女孩 其实专门有一类人喜欢你 然后穆大嘉宾很不理解 说这怎么会有人 特别喜欢我呢 就说专门有这么一类的 中年人 就喜欢你这样的 第一看见像学生卖 这样还有点胖乎乎 特别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子 然后中年人以后 就开始替穆大嘉苗 去介绍客人 然后穆大嘉苗的身份 这个价码 也从原先的 可能是一万来日元的价格 一下村生 大概接近十万日元的水平 这样的改善了 很大的收入 精准营销 精准营销 对 然后这样一来 他的生活就大幅的改善了 改善之后 他就意识到一个事情 就是原来我这个样子的女孩子 也是有人喜欢的 也是有市场的 也是有市场的 然后他就开始想了一个事情 说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方向 给我自己扩充更大的这种空间 能力 找到更多的机会 金主 找到更多金主 然后基本上几年之后 他发现了一个好的途径 什么呢 就是在家里的独居老人 对 因为在日本 这个很多老人 在老伴死了以后 他们不会选择说 我在找一个老伴 在跟我一块固动余生 他们那边没有 今晚我们相识这个节目 所以大多数 而且还有一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老人 他最后身 他会带很多遗产 这个房产 什么什么 各种东西 他再找一老伴 他会涉及的 就比如房产 什么财产分割问题 很麻烦 然后所以大多数老人 都会选择独居 而且在日本的 当时90年代的时候 很多独居老人 他甚至没有后代 他就没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作用资产 然后又没事干 他其实需要 就是一个人的陪伴 感情上的这个 感情上的需求 然后 这个布朗家苗 他得一个偶然机会 他认识了这么一个老人 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网上的聊天史 因为当时还没有 这种婚恋网站 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聊天史 论坛上认识人 就差不多是90年代末 90年代末 出千禧年时期 那时候 碧海银沙 网易聊天史 碧海银沙 居然是上个礼拜 才被关停 我刚刚也很震惊了 对 很震惊 我觉得这个东西 怎么会活化石一样 对 怎么刚 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们那还有博客 你再接受 你再也发过很多 电子贺卡 对 那接受 我们老家 通过碧海银沙 认识很多人 真是胡说 然后他就通过这种 很早期的互联网交流方式 就认识这一位老人 这老人 还是一个相当有钱的老头 是 对 老头跟他在一起 这个墨沙家苗 就给老头配 就从老头家里 配老头家里的钥匙 基本上一个礼拜 去个两三次 去他们家 然后号称是提供护理服务 但是呢 这个据后来的 这个给老头 这个做这种 这个体检的这种 私人医生反应 说老头通过他 让他给他开点 韦哥类型的药物 对 然后老头还很开心 说我想不到 我这把年纪 还有这个 用得上的时候 对 忽目逢春的时候 宝刀不老 老祭福利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老头跟那个 木脑家苗 其实之间两个人 是存在性关系的 是的 对 然后呢 这个木脑家苗 也并不吃亏 他在根据 跟这老人 长期相处过程 他每个月会定期 从老头的账户上 给自己花下一笔 为数不菲的钱 每个月都要给自己花钱 每个月都给自己花钱 所以他陪老头 过了几年以后 老头 快不行了 这笔已经老了 然后呢 他跟木脑家苗问说 你有什么梦想 我刚才帮你实现了得了 这听着熟这词 对吧 然后木脑家苗就提出来 说我呀 我其实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去 变成一个 非常有内在美的女性 所以我想去上厨师学校 对 我要上这个名校 什么蓝带厨师学校 但是我没钱 说你愿不愿给我出钱 老头说行 说没问题 我帮你出所有学费 我帮你出 然后呢 木脑家苗就逼老头签了一个协议 签完之后没多久 老头就死了 是自己本身 老死了 但是老死以后呢 老头虽然没有孩子 但是老头有很多亲戚 亲戚来找这个 来找这个 在处理这个遗产的时候 发现老头的离产 一分都没留下 然后就很奇怪 就是那个协议的内容 对 就是一分都没留下 他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去调查 就找木脑家苗 然后木脑家苗说说你看这份协议 这老人在这个生前 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财产都给我了 所以他在手里落 大概有几千万日元的水平 这个价格 很多钱了 就这笔积蓄来说 要是普通上班族来说 可能差不多从20岁到30岁 一直虎为虎攒才能攒这笔钱来 真是 所以周和人民币的话 周和人民币我估计 现在可能得一两百万人民币了 一两百万不止 他得有三四百万人民币 三四百万人民币 所以木脑家苗拿到这笔钱以后 他就可以觉得自己 可以过上这种更好生活了 然而这是我们的想法 事实上并不如此 而且假如那老头 不是被他给害死的话 那也可以说这个 就算是他运气好 赶上了 赶上了 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 但是以现在的话说 他发现这个模式可以复制 第一他发现这个模式可以复制 第二他发现 就这类老人 他手里确实都有钱 然后木脑家苗这人 他之前我们说了 他是一个自视颇高的人 他也带来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爱慕虚荣 所以木脑家苗 后来警方在破获 他家里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发现他光那个Burkin的包 爱马仕的包 家里就薄金包 薄金包 就已经攒了 差不多有七八种颜色的 各种的限量板子在家里头 然后他还生活奢侈 买车 然后还各种的养宠物 买各种的奢侈品 当然这都是后话 但是至少从第一次 他碰上老人之后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一种 这种所谓的成功之路 或者是生存之路 或者说自己的优势所在 没错 没错 所以从这之后 他就开始了 再利用互联网的工具 去开始寻找自己新的猎物了 大家停 也是因为切 老师在拍照 他在拍照 太好了 要不要进多少医院 这个太好了 才二十分钟 没事 接着聊 那接着聊 所以他就开始去寻找 自己的新的猎物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 就是在互联网上 先去给自己注册一个身份 对 这身份 他开始意识到什么 很多老人 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而并不是一个绝世美女 在自己身边 所以他开始在网上 给自己的所谓的档案上 突出几点 第一 自己是学生 第二 自己会做饭 会弹钢琴 家境优越 然后教养很好 就是贤惠 贤惠 其实就是 这个丰富完善自己的人设 他就是 尽管你在网上看照片 大家都知道 从网上看照片 都是有PS的 网上照片展现不出来什么 但是你能从网上体会到 我的人格魅力 真是 对 咱们平时有时候关注 那个微博 是吧 有时候看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 他一看什么显示 什么什么方面的博主 比如旅游类的 美食类的 情感类的 比如说像我 可能说动漫类的 可能觉得 发现他发的内容 都挺合我口味 就是关注他 像木岛家苗 这个 就是说我是学上 学钢琴 研究美食 可能是把自己 这方面的人设 他这些都是有的一方式 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他所要 我说成猎物 猎物群 他的猎物 就喜欢这些设定 没错 他就往那边去靠 对 因为他在那时候 他所有猎物 其实也都是 差不多在六七十岁 这是更往上的老人 这些老人 第一他思想比较保守 第二他们更喜欢 那种传统 具有传统美的女性 所以木岛家苗 做出来的所谓的人设 其实特别的 恰合这些老人 而且说实在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说就是一大美女 年轻漂亮 肤白貌美 大成的一大美女 然后跟这些老人 如果你想去 就是狩猎他们的话 他人家其实是会不信 人家真不一定信 人家会觉得你是图我的 什么东西 没错 不可能喜欢上我这样的人 对 你就这么一个普通人 反而更增加了可信度 对 尤其像你看 我们看很多这种影视剧也都有 骗钱结婚的 或者是什么 什么敲诈饭什么的 用美色勾引人 都是有一前提 大美女 女的长得好看 男的长得帅 必须这样 他一看 这人长得平平无奇 对吧 跟那古天乐似的 这人不会漂亮 对 平平无奇古天乐 对 总之就是 对 大家觉得这个 长得 长相普通的人 其实不会转 一定是真的 一定是老实人 对吧 像咱们这屋里 这四个人都是老实人 对吧 这样是非斩 对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从第一 老人们在看照片的时候 就已经第一打消了这种 说可能会被骗钱的 这种怀疑 是的 第二 这些老人 其实很多老人 有大量时间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说 对网上的这些技术 非常了解 所以比如说 通过互联网认识一个人 可能就颤颤颓颓 发一封信 过去就说 就完事了 别都不会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并不会去网上 去看那些什么 谁被骗了 谁要遇上什么新的案子 没有这些信息渠道 对 他们更多的接触渠道 可能也就是第一 从电视报纸上 看一些东西 然后木脑家苗 他们给他发一封信 木脑家苗一看 这个老头 行啊 看着家里又有房子 又没孩子 然后有票子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 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 时常是认识的一批人 认识的一批人 广撒网 广撒网 然后在这其中 他也开始渐渐去寻找说 什么样的人更有钱 然后正好这时代 大家想想看 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面 那段时间 其实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出来了 互联网公司一出来以后 就带动了一批人变得有钱 这些人什么呢 程序员 所以木脑家苗 在这个老人之后 第一个目标 他去瞄准的这个人 反而是一个大约50来岁的一个 就偏中老年的一个程序员 还有那么大岁数的程序员呢 因为那时候学程序的人 都不是小孩 第一批程序员 他们学的时候 其实年纪已经不年轻了 没错 木脑家苗在从上一个老人 这种关系出来之后 他第一个猎物 反而是一个50来岁的程序员 这个程序员呢 他很有意思 他首先 他是一家 在婚恋网站的这个购架师 对 所以他在试验这些 这个功能的时候 他必须要制作一个账户什么的 然后也就 就为了测试用 感觉上就是这样 因为这人太宅了 后来就根据他家人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亲戚什么的反应 这人基本没有任何爱好 这个平常周日又周日 也不宅 就是也不是出去买些宅物什么的 他干嘛 他跟人家干不公活 就说 现在说咱们中文汉语领域 说宅呀 其实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御宅族 御宅族什么 喜欢东曼ACG的人 那种是什么 宅男就是在家里待着 对 就是算是所有喜欢在家里待着的人 家里蹲 他这种可以叫木工宅 对 木工宅 真的是在家里就这么蹲着 没错 没错 他跟这个网站的工程师 叫四天龙夫这个人 他是在6月17号 2008年的6月17号认识他的 莫加苗当时跟他联系的时候 他首先 其实对这个人也没有太多重心 因为毕竟这个人 不是他最开始的标准的目标 就六七十岁 一把年纪 不是那样的目标 这人50来岁看着还正当年 对 武士当当 血气方刚 而且他哪知道 一个程序员到底 对这个世界了解是多还是少 万一人家是一个 程序员是知道挺多的人 或者程序员是一死宅 只知道看什么动画 所以他最开始跟这人接触 并不是单线接触的 而是他还在同时撒网 对 所以他在6月17号 跟这个程序员认识 四天龙夫认识以后 他在6月20号 又跟另外一个人认识了 这个人叫做安藤健三 我们之后还会提到他 所以基本上在这一周时间之内 他后来根据这个网站统计 他其实收到的私信 以及自己发出的私信 四百多封 一周之内 四百多封 多和同时的在运作 他多线运作 广撒网 然后谁跟他打的刀 他也都会跟人往回聊 这时候他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的说死话术 对话术 他其实自己已经入戏了 已经入戏了 他已经入戏了 他自己构建人设 这时候是什么样的 就是之前他们说 就是从老人身上吸取的经验 第一我是学生 然后第二 我要上厨师学校 但是我没钱 然后所以 你要是愿意给我出学费 我就可以给你当女朋友 对 用这条路子来做 所以很多人在想 比如说有的人上来提出来叫结婚 叫骗婚的 是吧 还有什么富翁高薪求子 重金求子 这些一看就是骗子 但是人家上学的人 首先学生我们就有一个概念 觉得这个学生肯定都很淳朴 对吧 学生是淳朴的 一心向上的好学生 而且学生都是学生 金额好像也不是特别高 也不是特别高 学费嘛 几十万人而已 然后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就说 那行咱们见个面什么的 他跟最爱是这工程师约了的时候 他也没想到说工程师能不能那么积极 没想到很快这工程师给了很多回复 对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相认识一下 见见面 人家家苗就开始就拨下驴 就开始说那也没问题 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是想生小孩的 因为我岁数也不小了 我想赶快要个小孩 如果您要有兴趣 说能不能您帮我个忙 咱们一起要个孩子 这样的话我跟您接会也没问题 这样一下人家更觉得奇怪了 对吧 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 这样很多人就会撤掉 然而对另外一部分人 他们不会这么想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想说 一般来说 有些比如卖身的人 他会说咱俩发生关系 然后你给我钱 绝对不会提到结婚跟生孩子这事 你 竟然跟我提这个了 对 而且你还是目的是想要小孩 这样一下 母性的表现就出来了 对吧 又有母性又贤惠 然后还目的 其实是为了想让我帮你的忙 这样他一下就会显得特别的无害 对 而且我觉得他这些目标人群还有一个特点 比如说那些独居的老人也好 还有那些程序员也好 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基本上 社交 没有什么人愿意跟他们交流 对 甚至于就人家连多一句话都不愿意跟他说 对 年轻女孩子谁会跟他们说话 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愿意跟他说话 他会特别的感觉到 哎呀 我也有今天 也有人会喜欢我 愿意跟我交流 比如说咱们几个可能是社交 可能还比较 咱们不说多丰富吧 算正常的人 知道什么样的话可能是谎话 可能什么样的是真诚 什么是不真诚 当年那是2000年代初 大家都没有朋友圈 都没有见过什么更多的人是什么样 可能真的判断不好 什么样的人是真的什么样的人 然后再加上他们平时基本上没有社交 没有社交 单位同事也不太交流 朋友亲戚都不太交流 是 就很容易被骗 所以呢 咱们现在已经说到了 说莫子家喵开始开始认识这些人了 他认识了这两名男子 就是他后来真正成为了受害者男子的时候 他其实也完全没有停步 从6月份2008年6月份 一直延续到2008年9月份 这三个月时间里边 光他去见面认识相识 甚至有的都发生关系 这男性达到大约十几位 两位数了 以前来有 两位数是水平 其中有几位是真的见面 当见面第一面 莫子家们直接提出来说 你能不能出现给我的出学费 这男的想说我凭什么给你出学费 你长得就这么难看 对吧 当面拒绝的人也有 然后还有呢 还有就是跟莫家喵说 假意说那算了 跟你相处一下吧 但是实在发现 跟莫家喵没法相处的人也存在 对 然后跟着他一直往下走的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两位 一个是程序员 还另外是一位这个安藤健二 这个安藤健二也是一位老人了 对 然后这两个人跟他相处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到了2009年1月初的时候 这个程序员 终于压抑不住 这个长期的跟这个莫家喵相处的时候 产生出的这种爱慕之情 感情 对 开始跟莫家喵求婚 哎呦 哎呀 说咱俩要不要再先搬到一起来住 因为程序员自己很有钱 然后呢 自己又家里有房子 一个人住 说要不你咱俩搬了 你搬过来跟我一块住得了 然后莫家喵呢 也就先人应允了 然后就去跟他同居 从2009年1月份开始 1月初 莫家喵跟这位程序员两个人开始同居之后 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在2009年1月31号 是吧 这位程序员就发现被死在了家里 就已经被干掉了 已经被干掉了 但死因看上去像是自杀 是吧 这个死因很奇怪 是什么呢 第一 这个程序员他这个性格非常直 而且人非常的鸡精兢业业 从上班之日起到他死之前 从来没有一天缺寝过 然后结果呢 这个公司里面的人突然发现 他连续两天来没来上班 然后也没跟大家请假 大家觉得很奇怪 打手机 但打手机 手机通了 但是没人接 然后呢 于是程序员这帮人 大家凑起来说 他是不是在家出了什么事 然后去他们家看 于是呢 就在这个公司领导跟同事一起 去他们家 一看一开门 首先一开门就传出一种农业的臭气 然后他们进入看 这位程序员已经死在家里头了 对 死的时候什么样呢 躺在一个地板上 底下是一个电热毯 然后他就非常的 就像睡着了一样 躺在那 脸上戴了一眼罩 然后大家觉得 这种死法太奇怪了 对吧 警察也来了 然后开始调查 然后就发现在屋里 各个地方一共摆了六个炭炉 烧炭炉子 在炉子里面都有这个摆的 没烧完的炭 然后门窗紧闭 可想而知 烧一段时间以后氧气没了以后 结果这个炭就开始产生一氧化炭 一氧化炭 所以这个人等于是在 就是在家里像烧炭自杀的感觉 对 典型的这个烧炭自杀 缺氧自杀 而且是日本社会最常见的自杀方式 对 要么在汽车里 要么在那个自己的房间 对 就是密密空间 但是警察之后进行尸检 发现有一个问题不太一样 说这个人胃中有很多的安眠药 然后警察就想说 这个人要是想自杀的话 他吃了一面 然后再烧炭自杀 虽然也不是不可能 双保险 对 但是这样做毕竟是有点太过分了 对 而且还有一点 警察也从他的同事这些渠道知道 说之前他跟一个女性有同居 密切同居的关系 然后在他自杀之后 这女性也没有报警 然后就此就消失了 这也很奇怪 然后警察开始查 查到以后发现 找到莫大喵这个人 然后就开始说 说这个人死 确定这个人是在1月31号夜里死掉的 说在1月31号夜里 你跟他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在当天晚上死了 你知道不知道 莫大喵说我也不知道 只是他好几天没联系我了 然后他最后一天跟你见面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他说1月31号的时候 我跟他见面 但是我们俩吵了一架 吵架原因很简单 说因为我想跟他要个孩子 但是大叔这个程序员 程序员他自己没有生育能力 这一下就合理了 然后他跟警察说 说我跟他吵了一下 大吵一下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就没联系了 没联系了 然后要按照这逻辑走来 其实也可以理解 对吧 挺合理的 被女朋友甩了 然后自己又被说 没有性能力 然后直接就自杀了 这好像也可以理解 但是 但是里面有一个疑点 就是在于警察发现 他的网购的账户上 有他买碳炉跟碳的记录 有木岛家苗的账户上 对 在木岛家苗账户上 有他买碳和碳炉的记录 就说这碳和碳炉 还不是程序员自己买的 不是自己买的 是木岛家苗买的 对 然后警察就开始说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说为什么这碳炉 跟你买的碳炉是一样的 对 我家里面说我买的碳炉 是我为了做菜用的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 碰炉喜欢 我俗意学校的 对 我要考 美食博主 这些东西是我来用的 他的那些东西 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 就把这些东西 全一推干净 然后警察在现场在看 但是找不到任何 某家苗的质文 什么都没有 然后包括他在 这个程序员家里 放的那些东西都没了 所以这警察找到什么 没有食物 没有任何证据 而且说白了 就算找到他的生活痕迹 也不能证明他做完 因为他们俩毕竟同居过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只能不了了 警察只是说 以后小心一点 这人就完了 只能当一无头案处理了 就当自杀处理了 是 行 那这个就是梦到家苗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 开始动手的第一个案子 所以呢 我们就先来一首歌 这首歌名叫遭难 对 来自于啊 这个秒数非常喜欢的 东京事变 乐队 追命连琴 来现在听一下 这首歌名叫做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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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碳版画的大师 安庄建二本人没有什么作为 以前是一个普通的卡托斯基 然后也没攒什么钱来 但是靠着父亲给他留下遗产 留下大批的画作 卖画作 他其实有非常多的钱 物文家们跟他认识以后 发现这个人家里很有钱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事 他开始搬到安庄建二的家里 又同居了 又同居了 安庄建二人有一特点 他有一个儿子 但是他儿子跟他关系非常不好 而且穆德加苗 在跟安庄建二同居过程中 多次挑拨他跟自己儿子之间关系 最后 结果就是这儿子 直接奋而从自己家中搬走 单独居住了 房子留给你 跟你女人你们两个住 我不跟你们在一块了 这样一线 给穆德加苗 创造出了作案的机会 然后结果过了两个月之后 从三月份开始 穆德加苗开始频繁的去一些医院 开了很多这种安眠药的处方 对 而且他还非常的贼的一点 是他不找一家医院开安眠药 他找三家医院 都所说不自己 不同的这种失眠状况 然后他拿到了三种 不同的安眠药的处方以后 他把这些药全 通过药局给开出来 等于带在身上 然后之后 从进入四月开始 四月十六号 他再次顾忌重施 从网上又买了一批碳炉跟木炭 我天 对 然后又过了一个月 到了五月十五号 安藤健二就死在自己家里 而且他的死还非常的惨烈 是什么呢 警察发现的时候 他们家并不是说发现了死尸 而是有邻居报警 说他们家有火警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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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警察就去一看 这屋子已经烧了一半了 然后赶快扑火 扑灭这条进屋里一看 首先安藤健二肯定是已经烧死了 但是在房屋的各处 也发现了探炉跟探 然后这样的话 警察就开始想到说 这个案子跟这个不久之前 几个月之前 那个程序员死案的很像 而且就出现了同一个女主角 出现同一个女主角 然后他又把我家表叫回审 我家表同样还是不承认 第一 我这个跟他就是指普通的同居关系 然后分手原因的 就是因为老头老了 身体不行了 没法满足我 所以我就跟他就分居了 然后老头这个很生气 他也跟我说 说想要回家 但是我拒绝了他 然后所以几天之后 他可能就这么自杀了 用的说辞还是一样的 其实就准备读者的话 我甚至会有点没法理解 这日本警方的这个 就是说你上一次 你买了一堆探炉 然后最后出现 就是最后你男朋友自杀了 下次你又买一堆探炉 男朋友又说他自杀了 那你那十几个探炉 拿来给我看看 是吧 拿不出来的话 那你这不就是证据吗 这个问题就在于 第一呢 探炉在他买的这个型号 是日本非常常见的型号 就是说其实谁都能买得着 第二呢 你假如不能证明说 出现在死者家里探炉 确实跟目前没有留别 就是你买的那个 对 这样的话你是没法确定 这个所谓证误 跟这个嫌疑人之间的这种 或者他硬出 他把他买那个探炉 最近买的给扔了 对 他跟你说我扔了 你也没有扔了 你也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实锤 现在都说实锤 这个词 咱们假设如果每个探炉 有一个唯一编号 这事可能还能稍微证明一点 没错 没有唯一编号 你就怎么说都行了 硬说 现在这些产品 这个东西叫做可追溯 对 就不可追溯 所以问题就在于说 警方一直没法把这些探炉 安眠药这些东西 跟木岛家苗买的那些东西 能连成在一起 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是行不成的 所以尽管不光警方 连很多身边的人 记者什么的 还有被害者家属 都在怀疑 这是木岛家苗做的案 但是他们拿不出证据来 拿不出证据的话 你是没法去起诉他的 那你起诉他最后 你证明不了的话 他还可以反告你 这事就很麻烦 所以警方在这时候 选择的方法 还是继续观察 看我能够抓住你 能够抓住你 抓一个现象 也就是要等下一个猎物 只能等下一个猎物了 然后木岛家苗呢 在这死时 他就认识了一个新的人 这个新的人呢 叫大叔家之 他的胆也够肥的 已经被警察问了两次了 人也肥 胆也肥 根本不带收手了 所以这也是他 他其实精神上有异常的一种感觉 就是他这人可能精神上不太正常 但然而如此 他还是继续的去做案 找到这个新的人呢 这大叔家之的人呢 是一个吃手鸡的一个肥宅 这肥宅 跟咱们都一样啊 你别往上判 我跟说大叔家之人比咱们牛逼多了 比咱们肥 大叔家之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 他不做任何工作 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们家在东京的石田谷区有一大片地 石田谷区啊 负人区啊 这一下子说跟咱们都不一样 什么东西城 有一套什么有几套四合院 就这种感觉 然后呢 他干的一个事呢 简单极了 就是家里人呢 给他盖了一套小楼 给他给这个自己家人盖了一套小楼 他跟家里人分开住 然后呢 把剩下的地干嘛呢 给推平了当停车场 每月收租金 我的妈呀 就是这个事对他来说 就太简单不过 我只要闭脸收钱就行了 对 根本不差钱 根本不差钱 所以呢 木岸家庙跟大叔家这人认识之后呢 他发现大叔家这人啊 其实有点别扭 为什么呢 这人他第一 他不工作 第二呢 这人上网 什么都知道 所以他觉得有点麻烦 然后呢 大叔家这人有一个乐趣是什么呢 他喜欢收集这个塑料模型 专门做二战的这个军事模型 而且在网上还非常有名 是一个有名博主 对 模型宅 模型宅 所以木岸家庙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他就发现有一些麻烦的地方 没法处理 第一 他怎么能够给这个大叔家之 创造一个说 这个让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 这么一个环境里给他弄死 在家里弄的话 肯定不太好办了 在家里他天天上网 那天就是他这一点探炉的 大叔家之一上网 一说我这被人暗害了 人家肯定都知道他干的了 所以他就想出一个计策来 这计策是什么呢 他跟大叔家之说 咱俩结婚 大叔家之肯定觉得 哎呀 很开心 第一 我跟你相处 我同居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你又给我做好吃的 然后在生活上 无为不至的照顾我 然后还主动跟我发生关系 简直就是对于肥仔来说 虽然女主角不好看 但是也满足了 基本所有的日常需求了 对 说咱结婚没问题 我有一个亲戚 我的妹妹 住在附近的地方 然后咱俩 应该可以跟人打个招呼 跟他们说一声 我们要结婚 大叔家之心然阴隐了 然后两个人租了一辆车 大叔家之人 这也是一个宅 他也不用车 虽然有钱 但是没车 租了一个车 由大叔家之开着 两个人就开始去城外 然后在去城外的路上 木耐大苗还安排 大叔家之跟他一起吃了个饭 吃完饭以后 把这个车开到了一个 就是从东京往北开到奇遇了 找了一个停车场停下来 然后大叔家之说 说有点累 说想歇一会儿 然后不打架 说行 你家里休息吧 然后之后 他干了一个事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 他把大叔家之这个人 从驾驶位上 挪到了后座上 然后挪到后座之后 开始在车里布置碳炉 开始布置木炭 又是这一套 然后把车窗紧闭 把这些全点燃了以后紧闭 然后他就走了 布置的一个犯罪 布置的一个杀 他真是自己睡着了还是 他不打架大致自己睡着了 睡着 真是睡着 睡着也推死了吧 但是呢 这问题就是什么呢 后来第二天早上 肯定就有人发现说 这个停车场里 有一个名义死尸 报案了 警察去来找他 说找了木炭喵 说这个事 这事怎么又跟你有关系 又跟你有关系 还是你 三回了 又是你 还是那探炉 对 然后呢 木炭喵说 这事跟我没关系 然后说第一 说这个 他胃里发现有安眠药 这事你怎么解释 这安眠药呢 后来据推测 其实是木炭喵跟大芝加芝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趁机会 把这个安眠药 给他混到了饭里面 但是呢 木炭喵是这么说的 说他跟我说 到了停车场以后 他觉得头疼 然后呢 我就说 那给你吃安眠药吧 这样你能睡一觉 但是在睡之前呢 这个他跟我吵了一架 又吵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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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说你那个 我不想跟你结婚了 你滚吧 木炭喵说 说大芝加给了他一万日元 就把他轰走了 然后他走了 然后警察说 那这样的话 假如说你这个 说话成立 那你告诉我一个事 说为什么这个车 锁上了以后 车里没有钥匙 这是一石锤吧 对吧 假如你说 他把你轰走了 然后他自己在车里头 然后生气也好 等着自杀 那第一 这车里为什么没有钥匙 钥匙得在 他自己手里吧 对啊 然后 木炭喵说什么呢 说他可能开窗户 把这车钥匙扔出去了 警察说 他开窗户 把这钥匙扔出去 这车是锁不上的 对啊 对吗 你比如说把车锁上 你怎么把这钥匙扔出去 假如你车锁上了以后 这钥匙肯定 从车里锁上的话 你车的钥匙肯定在车里头 也就是说 这肯定是外边有人把这车给封上的 然后木炭喵说 那这事我不知道 警察说 那你再给我解释一下 第二个事 说假如是大叔家之 自己安排的这个自杀环境 那为什么他搬这炭炉子 拿炭这些东西都很脏 但是在大叔家之手上 一点木炭的痕迹都没有 然后木炭喵说 那他可能洗了手了 然后他在车里头怎么洗的手 而且据你所说 在你走之前 他已经吃了安眠药了 在这人还能吃了安眠药以后 还能赶快给车里布置好自杀现场 把手洗干净 还洗给洗了手 然后再回到车里 干净等死 这个事好像有点太离奇了 对 是一个洁癖 洁癖 然后木炭喵还也在否认说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不知道 对 最后警方怎么抓他的马脚呢 就是警方在搜查 这个大叔家之的家里的时候 发现大叔家之家里 有很多木炭喵留下的痕迹 然后比如说 之前他从安能家 家里偷走的画 在大叔家里出现了 然后同时 大叔家之的账户上 很多钱也全转到了 木炭喵的账上 然后警察在问 这个过程中 木炭喵说 这画是我卖给 大叔家之的 我卖给他 然后警察说 第一 你从安能家家里头 拿这画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对吧 你这画从哪来的 我说不清楚 然后你要把 说不清楚来源的画 卖给大叔家之 然后你又从里边 拿到钱 然后同时跟他说要结婚 最后他要这么着自杀 就是从情理上来说的话 感觉这个人 没有任何自杀的 理由 要动机 对 然后你能够解释一下 这事到底是怎么的来源 怎么回事 然后同时跟他说 没法解释 警察认为说 这个事情很有可能 就是木炭喵 以骗取贤财 或者诈取贤财 为目的 然后所以 报警了这么一个局 从之前开始 警察虽然没有能够 从当面的这种质询上 问出 木炭喵作案的 这种实际内容 但是已经在暗中开始 对他进行 这个一对一的跟踪了 在进行一对一的跟踪过程中 木炭喵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他明知警方在跟踪他 在监视他 但是他还没有停止作案 此刻还没有监禁他 依然把他给他放出来 对 还是属于那种 看他露出马脚的机会 但是这时候 木炭喵他自己并没有停手 他又找一个人 找一个这人叫史布 史布这人很有意思 史布这人 他跟他自己姐姐 是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一个 也是一个所谓的富二代的感觉 但是岁数也不小了 差不多一个中老年人 然后自己独居 然后木炭喵也是这段时间 他在网上 因为他已经不能外出了 因为警察都在监视他 所以他就在网上开始继续 跟自己当时的那些攒的那些 可能成为他的猎物的人 开始接着聊 他知道警察要监视他 是吗 他已经知道警察 他已经发现警察再监视他了 然后他还是在继续干这个事 然后他就开始跟 你们监视你们的 我玩我的 对反正我从网上聊东西 你也看不见 所以从这点来看 他其实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 是不太正常的 不太像我们正常人的 就是用自己的烧炭 杀人的方式 连续做三起 以正常的一个人来说 这东西其实不太敢这么干 咱们先假定 就说咱们假定前几起都是他杀的 咱们虽然日本警方现在没有实锤 咱们假定人是他杀的 正常来说 如果真是一个屠材憾病的凶手的话 这就应该收手了 应该谨慎一点 因为他们没抓到实锤 我现在我就见好就收 隔个五年十年再说 就跟白银案似的 白银案中招隔了好几年 是吧 这也是 但他这个可就 我不管 没错 所以木头佳苗把这个大厨家之弄死 是在2009年的8月底的时候 他把他弄死之后 他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家里干什么事情 都请他来坚持他 于是他在网上找了这个使部 跟他聊 说我是一个甜品学校 学完了的这个师傅 然后我想自己开一家甜品店 但是我没有房也没有钱 说你能不能帮帮我 然后就以这个名义 他跟这个使部多次外出去看店面 以看店面为名 多次外出 然后之后他提出来说 那我能不能搬到你们家去住 又要同居 又来了 他其实搬到使部家去住 他其实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能从自己被警察被监视 这个环境里出去 那边没人监视 那边没人监视 他要真的跟人同居的话 他想说要跟人同居的话 他好像就显示出 正能见过日子了 这样你就没有道理去坚持我了 对吧 所以他提出去搬到使部家里 然后使部也马上同意了 说你搬来吧 然后这样 莫家帽带着自己的那些 就是什么锅碗瓢盆这些东西 但是他 他说我自己会做饭 就搬到使部家里 他也一定会做饭 对 他还真是会做饭 还有他的炭炉 炭炉子 然后他搬到使部家里 这个使部 他就有一个姐姐 这姐跟他关系特别的好 所以他姐姐非常关心 这地体的情感发展 然后当他听说了说使部 开始跟一个女性同居 他就打听了很多很多 关于他这个同居女性的这个事 然后听着听着 那姐姐发现不对了 然后就跟使部说 说这个人肯定是来骗钱的 有问题 有问题 女性的第六感 特别准 特别准 就不是网上经常说吗 说那个看男友的那个 ID和头像 都能判断出来 他出没出轨 我的妈 这个厉害啊 太厉害了 什么签名都能看出来 看来这跟概率有关系 因为大概率出轨 来吧 所以姐姐开始跟着地 说你这个女朋友 肯定不对劲 你敢跟他分手 但是使部他不这么想 他觉得是姐姐 让他保持独身 不想让他得到幸福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当时他跟着姐姐说 说你凭什么说 我女朋友的坏话 你都没见过他 当然了 等等之类的 反正跟姐姐当时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跟姐姐身上大大出手 姐姐说那你出去吧 咱俩没法说了 你滚出去 然后他就被他姐姐推出去以后 他在门口就特别生气 开始踹他姐姐门 对 他姐姐门都踹坏了 就姐姐报警了 报警了 他一看他被报警了 那算了回家吧 回家了 也是个怂人 也是个怂人 回家以后他就跟木脑家猫说 说我姐姐不太喜欢你 对 然后 对吧 咱们两个这关系 我看还是尽量不跟他说好了 就这样 就先维持的 维持之后 结果 到了有一天 木脑家猫 觉得时机又成熟了 开始上网买炭炉 你看 就是神经病 这就是日本的炭炉 炭炉业的 他好像特别喜欢炭炉 我也不知道 他不是特别喜欢炭炉 他只是喜欢炭炉 他别招什么都不会 他真的什么都不会 他真的就是又开始上网买炭炉 买了一堆炉子 然后运到家里来 然后 这个 史布也是 突然不知的 还享受着自己幸福生活 但这时候 他姐姐绝对不对劲了 姐姐报案了 警察就说 说 这个布总家猫 说你这个报案时间很吵 为什么呢 说因为他这人 之前过去 有很多起不明原因的男性死亡事件 都跟他有关 所以很有可能 你弟弟现在已经身处危险 咱们赶快去他们家看看 你吵 多危险 对 然后到了他弟弟他们家 警察先不由分说 先把莫小家喵先跟他弟弟分开了 然后把这个莫小家喵说 我们带回审问 带走 结果他弟弟当时急了 说你凭什么带走我的爱人 对 当时跟警察要拼命 和我的爱人在休息 当然他作为一个废宅 他也打过警察 然后反正肯定就是让警察也带走了 被警察带走以后 他还很生气 说你等着 我一定要投诉你们这帮警察 你们就是什么乱抓好人 对 这么好的一个女性 你们凭什么诬蔑他是杀人犯 是 对 然后带走之后 使不在家待着 然后他就心里特别不能平静 对 然后警察这边也在一方面 莫小家喵 另一方面 使不在自己家里 就开始琢磨这事 就突然发现家里出去了一个 很恐怖的事情 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这个房子 因为刚盖好不久 他都装了火灾报警器 是 这火灾报警器 一旦家里有了烟雾 或者有了什么明火燃烧以后 他会报警 但是他发现家里装的六个火灾报警器的电线 都被人剪断了 都不起作用了 都坏了 人为的给破坏了 然后问题这个事是什么呢 在莫小家喵搬进来之前 他还刚刚找人来检查过这房间 刚才还是好的呢 刚刚检查完 结果莫小家喵搬进来没多长时间 这些突然坏了 而且还被人剪断了 然后他把这个事情 他开始一想 这好像还真不太对劲了 真不太对了 他找警察 跟警察说 我们家里的火灾报警器 全剪断了 刚才还说什么 你抓我的爱人 说你赶紧把他抓进来 然后警察就开始 把这些证据开始收集 收集了差不多 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一年多 因为他 他精力胆的时间太多了 然后把这些人 整理完了以后 正式对莫小家喵提起了 这个公诉 以这个杀人和杀人未遂 以及盗窃和诈骗 等等罪名 对莫小家喵进行了起诉 公诉 对 然后审理过程 我们就不用太讲太细了 因为我看你写的 那个特别复杂 审理过程就太复杂 写了两三集 尤其莫小家喵很厉害 他找了非常厉害的一堆律师 给他成立一个律师辩护团 然后同时 跟他跟律师辩护团 对阵的检察院的这些人 很多都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年轻人 就跟新元节一似的 那种 对 李沟亥里边 对 新元节一 小年轻的 对对对 但是要是新元节一上去的话 估计肯定能赢 毕竟 长得好看 长得就是正义 长得就是正义 新元节一绝对不会骗我的 你放心 他骗我也愿意 说的好 就就是这么回事 对 长头牙梅也绝对不会骗人 上演书的也不会骗人 都可以 一起来吧 三角龙可以骗人 三角龙 所以就这个样子 结果就是 在法庭上的双方的争论 其实维持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对 然后在一旦 孟大家梅要被人邀请出庭作证 提供证词的时候 孟大家梅在庭上是胡说八道 法官会问他 对 说你为什么这个人会跟你建立爱情关系 什么的 孟大家梅要就很直接的说 因为我活好 这样底下人就疯了 怎么有人能在法庭上说这种话来 这么不要脸 然后孟大家梅还特别的以此为荣 就是能以吸引媒体和庭室的 其他人的注意力为荣 所以在庭 这法庭里面真是逮什么说的 说了非常多 甚至让对方的 欺人机觉得脸很红的话 用的都是宋祖德的招 看你这样的估计 可能没被男人喜欢过 你有跟男人在一起 亲密接触过吗 之类的 问着小女工 小姑娘肯定一脸扫红 没办法 所以这种话一旦输了以后 大家会觉得 第一 孟大家梅这人确实不太正常 第二 他确实很厉害 很角色 很角色 然后 但是最后最后 经过了重重的 这个 这个怎么说 审问中的困难 这庭审中的困难 最终 孟大家梅还是被定为 这个顾以删罪成立 判处死刑 因为所有的事 这个解释到最后 就是你怎么解释 都是他干的 没错 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个很 就是怎么说 很辨证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就是我们 我们知道 所有案件 其实都跟他有关 而这些人死法都差不多 所以这事 从直觉来说 或者从我们逻辑的 人类的分析来说 肯定跟你有关 但是你要为了证明 你这个逻辑的话 你需要证据 对 然而这个 莫加苗这边的律师团 就接触一点 就是说 你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能证明他就是他杀的 没有有罪证明 没有指纹 没有DNA 什么都没有 对 什么都没有 没有监控录像 对 没有监控录像 没错 所以最后这东西 对定为死刑之后 其实也有很大争议 就是说 你这没有直接证据 定为死刑 这好像是 在很多国家上 都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 甚至亵渎法律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些案子 就是说 在这个 比如像 像美国这种历史上 很多时候 他真的会宣判一些 所有人知道 肯定就是他干的人 宣判他无罪 为了维护 法律本身的工程性 没错 最著名的案子 就辛普森 辛普森 甚至这个案件的 证据都拿到了 但是因为证据 他所谓取得证据的方法 取证的方式 是违法的 所以这证据是无效的 对 但是在这案子里面 其实我们就看到 他其实是一种理性 跟这种所谓的 这种逻辑的逻辑 交锋 对 就是所谓的 我们这个机械 机械式的这种 立正方法 或者找证据的方法 跟你这个逻辑推理 这是一个交锋 所以后面 被判死刑以后 很多人都会为他 呼吁说 这个人他其实不是杀人犯 这些人的死 都是另有原因的 甚至说 声明所有人 都是在自杀 但是当然 你要说他们都是自杀 其实里面有很多 不可解的因素存在 就会把这事情 变得更复杂 所以在这过程中 还有很多的 有意思的人 提出说 木耀江苗这个人 我想跟他结婚 就还有了粉丝了 对 木耀江苗在监狱 有了养牧者 他在监狱里关着 因为他是死囚 死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除了能够跟他 跟那案子相关的人 去见面以外 只能是亲属见面 就是比如说 哪些小伙子的时候 特别喜欢 木耀江苗说 想去见一面的话 这是见不了的 太遗憾了 你得先跟木耀江苗 结婚 要不你当他的律师 要不你跟他结婚 那我 你还是结婚吗 我在帮他买几盆碳 所以在过程中 就开始 他为了 就是这个木耀江苗 也是为了跟外界有接触 他开始写一些 博客上的东西 他用笔写来 然后让人在法庭外 给他传到网上 这块要着重说 木耀江苗特别会写 特别会写 他能把自己写成一个 自己都信的样子 白电话 对 让所有读者会觉得 这个人太好了 真的 你就算现在去看 木耀江苗在网上公布的 他被判了死刑以后 在网上写的东西 也是一天两个 希望什么 其他的 什么受苦受难的 这孩子们 能吃饱饭 世界和平 然后我在这边 过得很好 大家不要担心我 特别白电话 觉得 就是白一圣母 关在里面了的感觉 然后 这里面有一过程 是什么 木耀江苗最开始 接触的 木耀江苗的这种 支持者们 有一个老头 这老头 特别写木耀江苗 于是 就通过信件的方式 写木耀江苗求婚了 他不能会面 但是他可以发信给他 这网络爱情 真的 老头还是 之前不认识木耀江苗 他只是看这些事 觉得这个女性太可怜了 那么温柔 那么可爱 然后还被司法公正 给判了死刑了 所以我要守护他 这真是肥宅 守护肥宅了 真够肥的 所以然后他就开始 给他写求爱信 然后木耀江苗 也就跟他同意 说咱俩结婚吧 结婚之后 老头就经常去探望 这个木耀江苗 给他带吃的 带各种好东西 给他说 你看我让你生活很幸福 木耀江苗给他再探 我怎么感觉 这俩角色换过来 这老头成了木耀江苗 木耀江苗成了他的受害者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老头确实太老了 支持了木耀江苗 几年以后 老头就是 梗了 没梗 老头就有点 没法去老探望他了 不行了 住院了 住院了 住院了之后 然后木耀江苗就 反正你也没法来探望我了 对吧 没有用了 咱俩商量商量 咱俩关系是不是怎么样 这又出现另外一个 还有 追求者 又出现一男性 这是一 身强力壮 正当年的一男性 大小伙子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得知道 说这个 我想发现了 之后不管录什么 我应该都很安全了 反正小伙子 跟青年没什么关系 他也可以是个小青年 反正先说这一小伙子 是 小伙子 然后小伙子也爱上木耀江苗了 然后他跟木耀江苗说 我想跟你结婚 我不想 然后木耀江苗开始跟他之前的 跟他结婚的老头商量 说你看又有人来追求我了 你也没法来探望我 这样有一个人对我好 你为了我的幸福 你不应该做点牺牲吗 老头说行 我明白了 然后老头自己提出了 跟木耀江苗离婚 离婚之后 他把木耀江苗 收为自己的养女 对 当然看到这的时候 我都觉得厉害 厉害 福气 不能当我老公 就当我爹吧 对 真的当了爹了 这个特别像社会上 非常流行的一件事 就比如说两个人交往 如果不成的话 说要不然我当你的什么哥哥 或者当你妹妹 这种非常可笑的 干妹妹 然后这就最后 最后愣是当了自己闺女了 然后这边 收养结束之后 然后木耀江苗跟小伙子结婚了 幸福快乐的继续在监狱里生活在一起 没有 分别 反正现在木耀江苗还是处于婚姻状态之中 还是有老公 咱们此刻录节目的此刻 对 就是木耀江苗跟小伙子 一把年纪的小伙子 是属于婚姻状态 对 就是夫妻状态 夫妻状态 而且木耀江苗有一个意思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 就是日本的这个死刑 它有几次的这种上诉机会 等你上诉到这个最高法庭之后 法庭一旦核准 你这就没有犯案机会了 对 所以在 应该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2017年四月 对 17年四月份的时候 木耀江苗最后这个死刑 经过了这广法院的核准 所谓法院说 这死刑确定了 等死吧 但是这时候呢 其实在日本的司法 司法程序里边 还有一种方法 能救木的家门命 是什么呢 是申请重新审 还能重新审 从头开始 不是上诉啊 把这个所有审判过程 宣布为无效 重新审 全推翻 你说无效就无效 这边有一条件什么 就是在审理过程中 假如 这个法官 然后检察官那边 他们违反了宪法 那么你就可以提出说 你这个违反宪法 所以你审判是不合法的 你可以重新审理我 这有道理 对 所以很多死刑犯 尽管到最后 没有什么出路了 他也会争着密笔 驳一下了 驳一下 我就申请再审 之后哪怕你到法庭上告 我说 你这个不符合违宪规定 然后你这个再审不通过 我起码还能再活一段时间 对吧 但是在木耀江苗这案子里边 他没有申请 他没再争取 但是他之前上诉的时候 好像都是上诉了 对 上诉 可以的上诉 但是到可以 就是上诉结束之后 他就说我累了 我就想静静的等死了 我们也不信心再审了 对 所以他现在状态就是 假如是要是哪天被突然执行了 也不奇怪状态 而且当时我看 好像有一个细节 莫德安门好像后来还要求尽快执行 这个挺可以理解的 因为之前秒数那些节目 因为我们当时说过 对于死刑的那些执行的各种种种手段 对 但是我就以看秒数文章写的 问他这个人 我倒觉得 就是这种长期不执行死刑 对他可能造成什么压力 对 这个人太变大了 这人感觉他自己没有这个 说感觉到痛苦的心态 对 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什么咱们之前说不定哪天早上就把他拖早 就执行死刑了 大家都很就死刑犯 都很紧张很忐忑 他可能就根本就到不了这一层面 包括他在法庭上整个的一个状态 面对那些就是死者的家属 包括那些没有被他害死的那些 他当初的猎物 他整个人的那种冷静那种残酷 我觉得不是一般的那种最算能达到的一个状态 他其实根本没有负罪感 没有他根本没有显示说我很愧疚 或者我感觉很害怕 这种东西完全没有 对当然了 有一句话我就要说了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判断 我们说这些事都是他干的 然后也是因为最后日本那边判了他死刑 咱们基于官方的这个 但实际上还是没有确责的证据 证明就是他干的吧 对所以只能是从情理上去证明的 逻辑上 对对对这块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点 我们回头可以讨论一下 没错 那我们再来一首歌 因为刚刚终于把他这个剧情 终于把他的事给讲了 终于把他的事给讲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案情的一个分析 对再讲他跟小伙子的故事什么 好 咱们俩后边的故事 那听一首来自于木岛家苗的 木岛家苗的死亡之歌是吧 收短歌是吧 来一首啊 同样来自追名林琴的一首歌啊 是一个日语叫什么什么 姨女啊 不会念 来听一首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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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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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审团在讨论过程中 就是找到了证据上的一个漏洞 然后最后把本来应该被判死刑的小孩 给放了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也面临过程 他们其实没有直接证据 然后找了这些陪审团 成员也都是市民 就让市民说到底有没有罪 过程中其实给陪审团压力非常大 因为一旦陪审团去定罪 这是有罪的话 法官就是直接顺着就来了就完了 法官的责任已经没了 法官听陪审团的 对 法官听陪审团的 所以法官的责任已经没了 所以在这过程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陪审团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 有多名陪审团的成员 先后宣布说我退出了 我不参加这个案子 受不了了 你们换人吧 你们换人吧 我受不了了 就说这事吧 我大概能感觉出来怎么回事 但是我真没法拿实锤来 就是我不愿意去当这个 最后给他判死刑的这个人 我受不了这个责任 对 担负这个责任 尤其陪审团这个问题还一个 陪审团人的身份虽然是保密的 对媒体保密的 但是毕竟外面有舆论的压力 舆论都已经认为说 这事肯定就是他干的 当然我们也觉得 从每个人都觉得 就所有的你从 你用任何的显常理 你也没法猜出这事 还要别人来干的可能性 但是呢 你要作为陪审团 你再等于是 就跟刑刑者一样 让我去摁下 这个发射子弹的搬机 我是不愿意干的 对 这个点上来说 其实给所有陪审团的人员 都带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过程中 像刚才小伙子老师说 这个是不是会有 之后的 给其他案例带来的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 日本的法律制度 它不是那种判例制的 就是说比如像美国人的 说这个案子之前怎么判 我们再捣捣捣捣捣捣 捣出这个案子 有一个类似的判决 所以按照判决去判 日本不存在这问题 它是一案一审 所以这个案子这么审了 那下一个可能 比如说还这么干的人 他不是木河代表了 他是新闻节一了 那大家一看新闻节一 不可能骗人 他可能新闻节就给放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那还好 还好 你什么人 什么人你们都是 新闻节一多受 其实说实话是这样 你要问我从心里面 怎么看待这案子 那我真的是认为 那新闻就是他 这是无疑的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最终怎么判 那我觉得应该有一个 公理的判法 我觉得也是 就是我在 其实在写这案子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对 这个警察官 他们这边拿出证据 都觉得实在是 太敏软无力了 就是真的没有石锤 能说光样 我给你打过来 你就是起不来了 没有这种事 相对来说 木耳三毛这边 他也是非常了解 这个警察官手里 拿不到什么证据 所以木耳三毛这对应 所有对应 也都是这种所谓的 就是我给你打太极 对 你问我什么 我不给你回 就是他说话 也是地水不漏 没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变成一个困局 要不我们把这个审问 这个庭审 无限制的延迟让他下去 就一直让他审 一直审是审 但是你也拿不到 什么更新证据 因为他也没有 更多的作案 也没有机会的作案了 没有其他的证据拿上来 你能拿到证据 就很像下棋的 最后中的一个和棋 就是和棋的感觉 你拱一步 我退一步 你退一步 我拱一步 没错 没错 而且他还跟那种 团体犯罪不一样 在于团体犯罪 可能还会有其他第三者 或者在见证者 对的 我会突然 比如说几年之后 突然有人出来告诉我 给你一个新的证据 对 问题他干这些事 全是他跟另外一男的联 就是在屋里的 或者在车里的 就是他把那人弄死了 或者让那人自杀了 这事 除了死人能说话的可能性以外 就没有其他人 能再推翻这事了 对 那如果他这个案子 比如说 咱们经常说美国 什么经常 什么什么就给判了 什么老太太被咖啡烫伤了 就把什么超市给告了 你知道放美国的话 这怎么样呢 他这案子 就这事 我觉得也会很难说 甚至有可能在那边的话 就是因为证据不足 可能给他放 都有可能 当然不能完全放 因为毕竟木朗家苗的诈骗和盗窃 这些罪业案还是成立的 这两个罪名是成立的 对 那画是他偷的 还真是 但是你要说杀人这个事 就是能最后导致他 从监狱里走不出来的这个罪名 事实上还真的是很难顶 不好说 很难顶 那我估计美国 就给他判个什么 一百年有期徒刑 是吧 你要真要判一百年徒刑 那偷多少价值多少的画 他就说他是多少钱 那画不就完了 说他是多少钱 他就是多少钱 是凡高莫奈的画 还是谁的画 太厉害了 这厉害了 画廊那些画是吧 你多少钱拿进来 多少钱卖出界是吧 你爱说多少是多少 没错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 包括后来的 他在第一次陪训团 去定他为死刑之后 其实给后面的很多法庭 也都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呢 就是一旦在后面 比如他提出上诉的时候 就不用陪训团再重新进来了 就只要这边法官去定 这个上诉不符合条件 直接驳回之类的就完事了 那假如真的是 一审的时候 没定成死刑 定了比如说是无期徒刑 那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复杂了 就是在这个球 肯定会踢到这个中级法院 踢到高级法院 踢到最高法 然后就是在最高法上 再开始再去闹这么一套闹剧之类的东西 那可能对日本的这个司法制度 来说就太难看了 因为毕竟你说那个舆论的压力 是存在的 没错 这个案件大家都在关注着 而且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么一个答案 你最后就是一道一道 又一道无限期拖下去 其实公众对于你法律的公信力 会产生质疑的 但是现在当时情况是 你怎么判的公信力都会被质疑 肯定会被质疑 就是怎么着都会有反对的事情出现 但至少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来说 对于至少说对于维护这个 怎么说呢 维护人类的正义 维护正义 或者维护形象 对 来说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 重冒所归的结果 对 大家期待了 也给这些犯罪分子 犯罪分子一个警 一个震慑 对 也毕竟其实在日本来说 像木导家苗这样 单纯去以诈骗钱财 为目的的这种人数 其实不少 当然其实别的人不会杀人 对 我就是骗钱而已 人家谋财不害命 对 就是日本的这种诈骗案 其实相当不少 对 但是像他这样说 我要谋财又害命的话 确实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 其实就是所谓的 这个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了 对 而且就是 我看他 整个写他这个金额吧 好像他后边杀了几个人 他也没弄得特别多的钱 对 但其实这事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之后 我们就是 从我自己猜测 他不可能没弄到钱 但是这些钱的去向 或者这些钱的流向 可能是没有被人找夺住 对 因为从他角度来说法 我觉得你很难说 他不为钱去杀人这种事 就你更没法理解他的行为 对 但是你看 他当时已经连着弄了好几个人 假如是他杀的话 又被警察盯上了 他在这个警察的这个严密监管之下 还在坚持作案 但我觉得这个人的确是 本身心里上是很 真的是一个很变态的一个人 所以我都怀疑 他这个毛排跟害病这两个事 他跟看中哪一个 我都是心里有点沉移的 对 所以我在写完这些汉子以后 很多读者也都会说 说莫德江苗这人 是不是个精神病 对 他是不是个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多重人格 其实你们说的这些话 其实都是怎么说 都是算在精神病范围之内 所以后来 我就也跟大家 普及一下说 我们在说这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其实有几个词 来去描述 一种就是可以说 比如临床可以确诊的 一些精神病的这种罪名 比如说人格障碍 对吧 比如说自恋性人格障碍也好 或者什么其他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也好 当然也会有一些 我们常用的一些词 比如说这人就是精神病 或者是杀人狂 对吧 这东西他怎么界定的 其实我们在后来的 跟读者的介绍中 也会写到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大家最提到一点 说莫德江苗 为什么那么自恋 所以我提出说 他可能是一种 自恋性人格障碍 对吧 自恋性人格障碍 他因为有几种特征 第一 就是他会夸大自己 对 他会 他希望 比如说咱们这一屋的人 还得希望 就对我特殊一点 你们都对我特殊一点 对 你们都喜欢我 或者捧着我 对 大家就听众 听到此刻 大家赶紧对号入座 跟自己对一下 包括咱们几位主播 赶紧跟自己对一下 才能够对上 秒数开始讲解了 一桌在一块聊天 第一个我已经对上了 我希望大家都夸自己 主要这一点 一定要夸大自己曾经干过的事 比如咱四个人在一块吃饭 没有的要说有了 对对 青年小伙子就是那个 中国的底下自主 比输 自恋 自恋 当我夸的不是我自己 夸的是你们 你们先听完 接受了 你们先听完 这几条你看都符合不符 第一咱就说夸大自己 第二呢 就是对这个权力 成功 或者是对异性的魅力 有这种强烈的追求 可能上班的同事 我就可能能见到不少这种人 然后第三 第三是认为自己特别独特 抽群 而且自认为 我跟很多高层人士 或者这个大佬 都有秘密的联系 就听着跟钟二宾似的 我觉得我跟那个秒叔 谈笑风声 在这个节目 跟一个大威 我觉得 然后第四点 第四点就是 在生活中需要别人 持续的给予赞美 天天你们都给夸夸我 你们要不夸我 跟你说就拉黑你 你给我打赏 不嫌 然后第五是渴望特权 这渴望特权就是 希望自己能处于 让别人服从自己的地位上 第六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去榨取他人的利益 为了自己牺牲他人 所以你看这些特征 咱们逐一比对 其实从木岛加盘身上 应该都是有 都能 还没完 还没完 第七个就是 这很重要一点 缺乏同情心 这个 比如你看别人受苦 你自己不会觉得 对 受苦就受苦 跟我没关系 这是缺乏同情心 对 然后第八个 就是对他人的成功 有强烈的嫉妒心 嫉妒心 对 别人成功 他成功了 那我就嫉妒他一下 而且他还有一特点 就是他会觉得 别人也嫉妒自己 所以比如说 这人 对啊 也出了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同利心了 我觉得 对 你说咱们自己 谁去嫉妒马云马化腾 是吧 咱们不会去嫉妒马云马化腾 但是 但是比如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我在街上看一人 对 人过来白了我一眼 然后我觉得 他肯定嫉妒我 但是我也嫉妒他 他身边的妞那么好看 对 就会有这种感觉 真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态度很傲慢 这种特别情况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公司里面 对下属 对吧 对同事 非常傲慢 对 挨打不理 然后摆出一种 特别大 这种九条里面 大家觉得自己符合很多种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你 你可能就是有点自恋 不要去买探炉 对 非常危险 控制住自己的 然后在莫德加苗这案子里面 除了自恋形成人格障碍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 大家提了很多 就是叫做反社会形成人格障碍 这反社会形成人格障碍 其实是危害更大的一种 这怎么说呢 咱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反社会形成人格障碍 说这人 他要是反社会形成人格障碍的话 并不是说他会去 采取一些反社会的行为 比如说什么 炸火车什么的 这种事不是这么回事 他只是说 他对社会上的一些规矩 或者社会上的一些规则 他是一种持反对态度 或者他根本不存在这种态度 这种人 对 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人不太善于社交 或不太合群 他有可能是这样的人 但是并不是说不合群的人 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反社会形成人格 也有几种特点 第一 就是他必须得在15岁之前 这是严格规定好的 15岁之前 他肯定出现过一些品德性的问题 品德类的 对 比如说偷窃 偷窃 欺骗 对 欺骗 打人 虐待他人 比如说什么 参与什么色情活动 这都算 就是在15岁之前 他会出现品德障碍 在所谓的DSM5 这是一本精神病 坚定的一本权威书里面 他记得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虐待动物 打群架 恐吓他人 纵火 盗窃 抢劫 说谎 吸毒 卖银 好假 这些东西 假如有的话 这可能就已经算在15岁之前 在这种品德障碍上的 一个事了 然后之后还要点就是 在15岁之后 他还出现过一些事情 然后下面这几条里面 一用 假如满足三条 就可以被定为说 他是反社会性人格战案 第一条就是漠视法规 经常会被警察逮捕 或者被人违化 这是一条 无法无天 对 然后第二呢 是欺诈 对 他比如说 我去编造我一些的身份 或者编造一些化名 伪造自己的身份以后 然后去骗其他人 可能是骗钱 有可能骗其他人的这种崇拜 然后让自己变得很开心 这是一条 然后下一条就是冲动 冲动 做事没有计划 不计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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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即使想打人就打人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也有点冲动 然后第四个 易怒具有攻击性 特别容易击眼 人家说一句话 当时击眼 当时动手 对 然后还有一条 下面还有三条 下一条是忽视自己或他人的安危 就比如说 我自己出去的时候 我不在乎我自己安全不安全 危险驾驶 对吧 或者比如说 开着窗户在外面唱歌 这种都算是忽视自己或他人的安危 尤其是把他人的安危 比如说你开着车 车上好几个人 但是你根本不在乎他们死不死 我就是跟着胡开 然后被人卡车去之类的 这些都算忽视他人的安危 这种在社会新闻里经常能见的 没错 比如说骑车带个孩子 这孩子甩到地上去 根本不管 解释一种 我今天看一个 俩车撞 不是今天是有一老太太上车车了 打司机 打司机 打公共车司机 这也是 这绝对是忽视他人 对 这些车人 对 很多很多 反社会原则 对 而且他是故意 他还不像那时候 老太太往飞机里扔那钢盆 因为他还不懂 但这要打司机这事 其实真的是 他真明白这车撞了以后 这一车人都完蛋 都完蛋 我不管 对 然后还有呢 就是长期的没有责任感 没法建立稳定的工作关系 跟这个情感关系 比如说在一公司里 待了两个礼拜 然后就走了 然后再换一公司 又一两个礼拜 然后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就是 没有自责感 这事 比如这事 真的跟自己干的事有关系 让别人受苦了 或者给别人造成损害了 但是自己完全没有自责感 而且还会找其他借口 对 就这事跟我没关系 是因为他自己 怎么着了 不是我的错 都不赖我 对 家里花瓶先动的手 不是我打的他 猫啊 这倒是 反正这些东西 就是在这几条里面 假如符合三条 基本上 再加上你15岁之前 有了过这种行为障碍的话 你就基本是一个 反社会型人格了 对 但是反社会型人格 也并不完全说 他们就是犯罪者 因为有大量的 反社会型人格 其实都是 最后都好好过日子了 好好过日子 我顶多 就是忍着点 我只要比较嗝而已 或者变成了艺术家 变成摇滚的音乐人 对 包不低烂之类的 还真是 写一些特别牛的歌词 什么的 对 然后 但是里面确实是存在一部分人 他存在有可能会偏向于犯罪的边缘的 然后这些诱因出现的 其实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 导致一些人会出现犯罪的诱因 有可能是因为缺钱 有可能是因为吸毒 有可能是因为受到虐待 或者是受到不公众的遭遇之后 他会产生一些应激的反应 比如缺钱以后 他需要去搞钱 搞钱还是去骗人 骗钱对吧 骗钱在过程中 可能慢慢的 或者就陷入一种 没法自拔状态 这个就很像上次你说 把那一家 什么都给杀了 还有一种就是 借高利贷 缺钱 我先借高利贷 高利贷一逼急了 我就干别的事了 这是一种 好 吸毒 吸毒液也会有道理问题 因为吸毒他需要钱 而且吸完毒以后 这个人他会丧失很多的 这种劳动的机能 所以他就没有钱 去收入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 没有办法的路了 所以很多这种情况 可能就是这些诱因 导致了这些 本身可能就存在着 这种人格障碍上的人 最后走上了犯罪道路 那这么说的话 孟雅佳苗 你觉得是属于 你刚刚说的哪一种 还是两种都有点像 有没有不止两种 我觉得他其实可能很 其实这种 人格障碍这种东西 并不是单纯一种的 有可能很多是复合型的 可能存在几种 而尤其你对孟雅佳苗 他走上这条路的 前因来去分析的话 他确实是因为 第一他自己 他是一个非常的 怎么说呢 虚荣的一个人 虚荣的一个人 对 贪图虚荣 然后同时他又给自己 有很多这种消费 买奔驰车也好 买包也好 他需要搞到大量的钱 去营造出自己 自己想象出的 我的贵妇形象 对吧 之前最开始 那个描述介绍 在北海道上学 他在一个学生时代的时候 他就 钱包里老有 上万的钞票 就已经跟 其他人不太一样了 大家都能猜想到 他做一些从事什么行业 对 这已经跟同龄身不太一样了 不过这么说的话 我不知道就是 你觉得他这种整个人格形成 跟家庭 有没有 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因为你也提到 他爸爸是 相当于在他去东京 那个打工的时候 就自杀了 然后他妈妈又喜欢 赌博 对 等等这些 就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太好说的原因是 我们对他家庭情况掌握的 并不是非常的多 因为毕竟在日本的这种罪案里面 他毕竟你不是直接参与了犯罪的人 他是有自己的所谓的 这种个人隐私权的 所以你并不能了解的非常的多 然而你从现在来看的话 他其实家庭的背景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 并不是特别特 并不是特别明显 他因为他第一 他自小不是像有些 我们看到的这些精神病态也好 是自小时候在家庭里受到父母 被虐待 对虐待 性虐待之类的 他并不存在这些东西 而反而是他在成长过程中 在青春期的时间 他自己的一些问题 导致的自己的这种 人格的这种所谓的暴露出来 以及去早上犯罪道路 这其实影响非常大 而且他们家好几个孩子 也不是说都有问题 就他有问题 没错 就是这样的 所以可能一定程度上 有可能真的是一个天性的问题 这其实挺无奈的一件事 基因里的东西 基因里的东西 这么说来 其实木导家苗这个事 日本改编过很多的影视剧 很多影视剧 然后其中有一部 大概是2013年拍的 是叫什么 那个优负费电视台 WOWOW 这个台拍的 日剧叫索多玛的苹果 那个日剧完全根据木导家苗 这个案件完全改编的 去尝试着导演 或者说脚本 去解释 以他们的想法去解读 木导家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没错 那个片其实我觉得 我之前看了 我觉得还是 算是有一种努力 有一种努力 我可以现在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跟现实不太 有的地儿一样 有的地儿不太一样 首先说这个片 主演 四岛忍 一个不太好看的 日本的中年女演员 扮演四岛家苗这个角色 我还记得网上还有很多评论 说这个日剧 为什么主角找一不太好看的人 有人就回说 你们看看原形长什么样 就知道 不错了 这个演员长得不错了 然后呢 她是双女主角 另一个女主角是木村文乃 就是她扮演一个 木村乃 相当于一个 相当于一个女记者的身份 去探索这个剧 有一点把木导家苗这个角色 相当于人格划分成两个 一个是找寻真相 一个是真正的凶手 然后呢 那个片里是这么刻画 木导家苗这个小时候 她的角色的 说她小时候吧 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 家里是新教的 然后呢 但是她从小 其实有点反叛 就是父母都信教嘛 作为一个子女年轻人 稍微有点反叛 她从中学开始 初中开始 就有点挺反 她就开始搞原教 这是一个天性的问题 她又搞原住教绩 她妈就很反对这个事情 说我都知道你在干什么 必然反对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勾当 你去交往的那些男人 都跟你爸一个岁数 我怎么能不反对 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然后呢 然后她 但是她中学的男友呢 中学男友是一个什么身份 是一个叫暗基督教 不是官方的基督教 是叫暗基督教 也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宗教 然后呢 等于也是有一个宗教上的因素吧 导致她 她整个这个性格是有点不一样 然后呢 同时刻画呢 她初衷是一个美人 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同 好看过 好看过 但是后来出了车祸 出了车祸 导致她毁容了 毁容以后 她的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加了不少戏 这可能就是戏剧的 戏剧的 对 导演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很可能 导演或者说脚本 按照现实生活中的目标加描 她实在分析 这是远不上的 这人为什么这样 没法理解 她只好就给理由 给出一些理由 加戏 对 她以前是很漂亮 后来毁容了 然后呢 毁容以后呢 因为她出车祸 自己母亲也残疾了 跟她妈一块开车 母亲残疾了 然后呢 因为母亲残疾了 然后她爸为了 找一些sex方面的需求 就找到她 她跟她爸 有一些sex方面的事情 所以是有存在着 近亲之间的关系 对 然后呢 她那个特别帅的男友呢 又是一个暗基督教 又是一个 反正就是很小的 一个宗教 她家又是什么 是天主教 然后就导致 她的性格比较扭曲 反正就刻画的 其实说实话 我看豆瓣上的评论 很多人都说 这篇写的神神叨叨的 或者说 她为了让她后来 这些行为合理化 合理化 给她强行加了 无数的童银影影 加了无数 但她这童银影 其实都有点太不合理 有点强行加的 说实话 她描写这些童银影影 有点套路化 套路化了 对 比如说小时候 有过一些性侵的 这些东西 有些什么 又毁容 毁容 对 但是她后边 有一些分析 我觉得其实挺到位的 后来就出现 沐村文乃这个角色 另一个女主角 采访 当时没被 沐岛家苗 害死的那些受害者 因为有些人没被害死 还被去采访了 就采访说 你们当时 为什么跟她交往 然后那些 没被害死的受害者 就说了几个理由 其实挺让人认同的 怎么说呢 因为那几个受害者 是这么说的 是说的是 如果让你选择 一个美丽的 不会做饭的女子 和一个不太好看的 会做饭的 温柔的女子 你选择跟谁过一辈子 被采访者 都是那种挺失败的老头 前提是过一辈子 过一辈子 人家说 那我当然选 那好看不好看的 会做饭就行了 然后第二个 然后还有一个老爷子 温水洋衣 那个角色演的 我最喜欢的 挺逗的那角色 他在扮演那角色 他说 说你会在意 自己的妈妈 好看还是丑吗 我跟那个女人交往 她在我心中 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那么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照顾我 我愿意跟她过一辈子 我不在乎她丑 还是不丑 这个理由 其实在片中 其实挺有说服力的 所以我就是一种 跟母亲交流的这种感觉 而且实际上 在那片中 四刀忍这个女主角 扮演的角色 说实话 挺有魅力的 她真的特别温柔 她先是刻画 其他主角 男主角 或者不是男主角 男性角色 被其他各种女性 抛弃的那一幕 然后四刀忍 作为一个挺不好看的女性 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说的话也好听 做的饭也好吃 然后特别安慰人心 什么你挺好的 什么的 然后挺照顾人心的 然后我觉得 当时作为一个观众 我都觉得 我说男主角跟这么一个 女性过一辈子 其实挺合理的 有这么一种心情 这扮演的挺好的 平平淡淡可以走下去 平淡淡走下去 这个设定跟真实的人物 其实是差不多 所以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木岛家苗 作为一个不好看的女性 真的能获得那么多的认同 对 然后而且实际上 这个片子里边 表现到后来 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可能也是导演的 一个挺真实的情况 就是四刀忍 扮演的木岛家苗 这个角色 其实这个角色 大家仔细观察 这角色眼神 一直是直的 眼神就直愣愣的 盯着前方 你不知道他在看哪 其实挺神的 他特别温柔 做的饭也特好吃 然后跟那些男性 关系都特好 一起泡澡什么的 我给你按摩按摩什么的 你看他眼神都直愣愣的 不太正常 盯着空气 盯着空气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导演的 我觉得可能洞察 也算是成功的一方面 不能把它当作 一个普通人来看他 算是影片最后一幕 就是那个木村文乃扮演的 相当有点像木岛家苗 另一个人格 那个角色 一个女记者 去问真正的木岛家苗 探监的时候 说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木岛家苗那个角色 然后说我没有杀他们 他们都像我的父亲一样 他们都是自杀的 就是他在内心中认为 自己的父亲 是一个该死的人 然后说有点 因为他不是信教吗 他们的死是被上天惩罚的 就这么来解释 为什么把他们都给弄死了 虽然算是强行解释一下 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所以这还是挺厉害的 因为其实我在听你讲这个过程中 我也想到说木岛家苗这人 他其实我们之间说过 他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特别不正常的地方 就是他给自己营造了非常多的角色 像你说的比如说 他在你这个片子里 他可能女记者也好 或者是普通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也好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案子里面 木岛家苗给自己营造的角色 是20多个角色 20多个角色 给你讲一例子 在留言板上说自己是干嘛的这种 没错 而且他最有意思 比如他木岛家苗他自己跟男性 他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男人 然后跟他交往 然后这男的跟他肯定会有吵架的过程 吵架之后 俩人离开了以后 男的会收到另外一个女的 发来的一个微信 不是微信了 就是短信 说这个短信上 就说我是不是木岛家苗的闺蜜 然后听说你们俩吵架了 说来问问怎么回事 然后会跟这男的推荐之父在聊 对 然后但是最后发现 其实跟这男的推荐之父在聊 然后说号称自己是闺蜜的这个人 就是木岛家苗自己 就是本人 就是本人 然后除此之外 他在网上给自己勾了很多信号 比如他是这个 对 他勾画了自己的一个关系网 没错 他真的勾画出来 比如说他自己 第一他是一个保护动物的 这个小组织的成员 然后保护动物的小组织 有一堆贵妇在里面 就是有这什么什么 这个白领 然后还有这种 这个真的就是家里很有钱的 这种 快太太 快太太 对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 这个干IT行业的精英 等等这些人 所有这些人都会有一个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留言板 大家在上面聊天 都有一个身份 在交流 互相还是都认识 对 20多个人 最后发现全是他自己演的 这能是一般人吗 真是戏精啊 就是一想过他 这屋里的四人在波音 其实这四人都是一个人 哎呀 如果我们听众也都是一个人 那就厉害了 咱们一起翻译说 然后表现咱们是四个人 但是他可以录四遍 然后剪在一块 都是李叔干的 我们都是李叔 对 然后还一个厉害的地方 孟老江苗他不光去演这些人 对 他还给自己的这些人之间 还安排上各种的之间的 互相还有爱恨情仇 对 让他们之间还有人跟谁打架 然后另外人去劝架 对 然后这个人跟那个人 然后两个人在线下 还去办什么小聚会 这都大大都编出这些剧情了 然后大家看着生活特别真实 对 然后他编出这些剧情以后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实际上 因为他要找猎物 找这些男性以后 男性肯定会关心 你有什么社交活动 他把这些东西去呈建给人家看 对 然后其实这些男性在看着过程中 他会 男的可能会说 这个人太傻了 这个人不支持你 然后我跟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对 然后他们的灯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他编出来的剧情 多厉害 所以说 所以说大家看那个 我们现在那个微博粉丝 好几千人 好几万人 可能都是我们自己 容易吗 我们每天转自己的这个 欢张号也很麻烦 然后自己黑自己一下 然后还得有 抬一眼自己的死忠粉 出来去骂那个黑的人 对 我们还得给拉黑 对 包括秒数 每次那个微信 推送之后 也是找一帮人 黑粉给留言 对 然后自己再过去怼他们 怼他们 然后显示出我自己 特别睿智的形象 对 然后再给自己 注册一堆小号 然后去给我 怼他那些话 点赞 对 还自己给自己打赏 是吧 那小二个不少 两百多 两百多算什么 我跟你说 现在都是自动化了 不像木岛家苗那会儿了 现在咱们的任意的软件 一键完事 对 想介绍给我 累死了 然后甚至比如说 咱们可以编出一个什么 什么投索新闻 然后互相打实锤 互相打实锤 互相喷 你说你剁开 然后你说我骗钱 然后互相锤 其实闹门其实都是一个人自己投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占据微博热搜网 这也挺棒的 对吧 目标就是干掉汪峰 这业务 我跟你说 这业务出来要肯定火 行 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的地方很多 因为包括木岛苗他自己 还有就是他详细的去走这个时间线 对 时间线 他同一天会见很多人 然后见的很多人 每个人交往的程度也不一样 没错 看《秒数》那文章 上午刚干掉一个 假设上午干掉 下午跟另一个人约会 对 然后跟不同的人见面 还是要有不同的口气 不同的身份跟人家交流 没错 然后这种中间的戏的切换 情绪的切换 这玩意儿 我觉得真是一般人真干不了 不是一般人类能干 他特别让人理解 特别难以理解 就是他刚刚比如说 跟这个男人已经到了要把人弄死的程度了 对 然后过一天他去要见一个新建的人 然后又演出那种贤妻联悟状态 对 然后在下一天他可能去见一个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的人 然后开始跟他聊怎么一块同居 就是他这几条时间线或者固执线一直在脑袋里面 不乱 不乱 刚刚跟你说完 说那个我觉得挺好的 要不然我们一起同居吧 咱说完这事出门就买碳去了 我家里给人弄死了 真的是有这么一个 弄死之后 然后发了个博客说今天晚上吃了提兰米苏 真好吃 然后那边他的社交圈里边那些活动还在正常进行 他扮演20多个人格 我就不耽误 脑内有一干特图 就我大学的时候学过一个什么叫工程管理 干特图时间线 这条时间线从哪个段到哪一段 它是真是同时今天这个事件发展到哪一段了 那个事件发展到哪一段了 所以说你说他有那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心态 我觉得当他完成这件事 他应该会有很满足的感觉 就像那个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项目管理 对 这是项目管理 对 Project Manager 对 Project Manager 多条线 对 就是管理着各条人的人命 对吧 这个线40%了 那70% 然后这个插头该动手了 然后那个还正在勾搭之类的 这掌握得特别有意思 而且还真的不是说 我这段时间就杀人 然后什么都不干 还真不是 跟你说的是 对 这会还办着什么 Core Time的party 然后那边还在网上 晒着自己当美厨娘的照片 还买了好多特贵的锅 对 真的在那做饭 真做饭 然后晒自己去网上去哪 什么旋转餐厅吃饭 对 同时还有一个真心相爱的男朋友 全世界各地玩 没错 然后他去包养这个人 并不想弄死他 这真是戏太多了 而且真的 而且作为这种Core Time的 还真的尝试 打入真正的Core Time的圈 就是去真的去强行去认识人家 然后让人家这些Core Time的 这个圈里面去跟他 去建立联系 接触他 接触他 然后你给我介绍 其他人给我认识 然后什么 为了在这圈里混 然后不惜去花重金 然后去吃什么 各地的米其林吃饭 去拍照片 然后跟主厨认识 一会照合影 对 然后就是为了显示说 我其实是一个贵妇 然后还让那个餐厅 给他写信 对 他投诉人家 他投诉人 从那片中的小礼物 然后他告诉说 主厨亲自做的东西 送给我了 送给我的小礼物 然后就被人打脸 他告诉我 我们根本不认识 所以说实在 我觉得像这个人 真的值得就被研究 对 真的值得研究 他是真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人 对 真是非常复杂 所以我倒不觉得 他是一个人格分裂 就是说他会同时去扮演 把自己拆裂开去 去扮演这些人 对 他所有扮演车 都是为他自己的 真正的人格去服务的 他是用理性来支配 这些角色 因为很多人格分裂 比如说咱们看过 可能有一个知名的 好莱坞的电影 知名爱帝 因为他在切换 每一个人格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已经换到新的人格了 但是木岛家苗 他时刻是清醒的 我对木岛家 有一种俯瞰的感觉 对 上帝视角 他是以上帝视角 来俯瞰这一圈 上帝视角 赵局长 这是心中想 怎么怎么样 特别牛 你已经一个作者 你怎么知道 赵局长此刻在想什么 上帝视角的角度来说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嘲笑 说怎么有人可能存在上帝视角 但你从这个案子里面来看 木岛家苗 其实对每一个 他的这种猎物来说 他们自己怎么想 他们需要什么 其实木岛家苗 知道的一清二楚 他就是上帝视角 在看着这一切 他真的是枪枪致命 在控制的这一切 没错 他就能看出来 小伙子你需要 有一个人照顾你 他需要有一个人 会给你做饭吃 其实我觉得 其实他会从别人的角度 来考虑需求 没错 他在思考每一个人的需求 别人要什么 他就给什么 这简直就像一个产品经理 对吧 但是还要有人会问我 说木岛家苗 他干嘛不干正经事 因为他这些能力 要干点正经事 感觉特别 但问题 其实我们就回到 最开始的问题了 就是他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他有人格上的问题 对 那甭管人格障碍 还是各种什么情况 反社会什么的 他这些问题会导致 他没法去从事 那些正常的商业 或者说是 这些我们平常认为 我们做这些事 或能获得这种成就感 获得那种喜悦感的东西 对他来说 其实根本没意义 对 而且他也没有机会 去做到能施展 他技能的那个位置上 他根本缺乏一个入口 对 就算给的入口 他也不会去选这个入口 对 他会选的 更让他觉得有成就感 或者更让他觉得 这样能很美的那种路子 对 但是你换个角度 他甚至都不能说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罪散 因为如果他真是成功的话 他要计算自己的风险 还真是 投资产周比 见识不妙 咱们就先收一收 对 他这边又有一种 就是说根本 就像那种的 就无视法规 甚至有点 我觉得他有点侥幸 无视法规 他先是无视 然后无视自身的危险 无视他人的安慰 对 就这几块 这你说的特别对 跟我们看有的 连环杀案的里面 那种高智商犯罪 其实是不一样的 高智商犯罪 他们其实在想说 我怎么能让我这个过程 既享受又不被抓到 然后还能让 有时候还要激起警察 对我的这种 这种报复感 对吧 就是要气耍你 但是对他 他其实并不是对那种 说我挑战司法 挑战警察系统 我就能感到这种乐趣 不是这样的 警察在我眼中就是 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法律也不存在的 他都更不在乎你 杀人也不存在的 杀人这件事对他的人 也不是什么事 对 所以我觉得 咱们现在社会中 遇到一些可能 这种什么婚恋欺诈 什么的 可能往往都是 以这种什么 什么长的什么姿色 来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那些想一个 让人抓不着把柄的 他跟别人还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就想到 咱们开始 开提时候说的那个案子 其实那案子 跟这个案子 只是让我觉得 有特别多的相似性一点 就是我想 各位可能也都看过 这个涉案里面的女主角了 对吧 其实很多人评价说 这女主角是属于 你要长 说她好看 也不是特别好看 而且还有点土 对吧 还有点土 是 但是 好嫁风 有一篇文章写 这是好嫁风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 说让你看 这个女的太漂亮了 觉得没法娶 不是这样的 反而是这种 你觉得这个女孩 看上又好看 又乖乖的 你能娶 乖乖的 有亲和力 乖乖的 所以这事真的是 让我能想到很多这种 这个好像还真的有联系 有相似之处 对 真的有强大的相似性 对 所以像之前 比如说之前报过 当然这事 现在已经了解到了 就是他之前有个婚史 然后也从别的 多次婚史 对 然后从别的结婚的人 手里也能拿到钱等等 然后包括他自己 宣称什么名校硕士 其实也只是 普通学 硕士 其他确实在自己身份上 有这种营造的这种迹象 就欺诈 对 其实这个案子 在秒说的公号里边 算是最知名的 这个系列文章之一 也是很早就看过了 但是之前也没找到什么好的契机 在聊这个事 正好最近赶上了一个事 那天 大家一碰 说 咱们就接了机会 讲一讲 连环杀人案的故事 还真是连环杀人案 今天死了 在吓唬吓唬大家 不知道人家 吓唬吓唬怎么样 其实死了四个 死了四个 还行 人不是特别多 但他可怕之处不在于说 他杀了多少人 他对这种 迷惑性 对 迷惑性 和到最后这个事情的争议性 对 所以大家就是现在看一看 自己身边交往的人 是吧 我觉得 想一想 刚才咱们听了那个 对吧 那个 粉社会 对 大家对一下 包括咱们在座的几位 当然也很有可能 在座就一共就一位 大家去对一下 最好 我换的这个所谓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聊这么多 然后最后带来一首歌 咱们带来一首 最后还终于是要轮到 木道家苗的歌了 谁 夜上来自于 追名林琴 真夜中的纯洁 是这意思吧 是 真纯洁 来 咱们在夜里好好纯洁一下 好 在这歌里边 结束这期的节目 我跟人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再见 我跟人家说再见 但又暗い髪が 変わって今にも飛んで行きそう 出し過ぎるに 詰まった爪 潤んだ二人の粘膜似たい あるけれど ファインならば 自分の唇ダイレクトで グラスよりも 汗の口に 注いでいただきたい歌物 始めましょう 無いな位置づけ 直売のショー 簡単なセラクション 私は今夜あなたが責められない 僕にまえぬ 理由もなく 切れ出すだけの場合があるの 近いよ でも 他人である それ以外 何もない寂しさ 恥ずかしめて 小駅な言葉で 見弱くビール 恋な仕草で ねじくぜて ディストーションかけたら たゆたるの 簡単なセラクション 私はたくさん 皆あなたがいる たくさんのレベル 恋な仕草で by bwd6